传道书9章17到10章第三节 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智慧人的心居幼 愚昧人的心居左 并且愚昧人形怒显出无知 众人说他是愚昧人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灵修亮光是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我定的主题是智慧胜过兵器 我在这里我看见神提醒我要遵守的诫命是 留意自己的口舌 不要成为愚昧人的喊声 当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必能够得着一个美好的应许 就是在安静之中可以听见智慧人的言语 并且可以避免的罪 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愚昧人 自以为是 我并向神求一个恩典 让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出来 我跟神说智慧人保守他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当有人用爱心责备的时候 让我打开耳朵能够听见智慧的话 听见神要我听的 而不是听自己想要听的 对上帝新的认识是 神乐意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学习倾听和留意 我觉得在倾听和留意 这两个事情上面 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空间 求神恩待我 让我开始来学习倾听和留意 使我不要成为愚昧的人 并且我跟神求一个恩典 在今年五七八三年 是发出信心宣告的一年 我跟神说 让我选择宣告出神所说的 不要同意仇敌 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哦 是的主耶稣 我们向你来祈求 今年五七八三年 是发出信心宣告的一年 我们可以选择宣告出神所说的 每一字每一句 或者我们也可以同意仇敌所说的话 但是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说 我们要用信心宣告出神所喜悦的 并且站在神这一边 凡事讨神的喜悦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可以带着新的力量 新的恩膏 能够在新的季节的里面 开始来做每一件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治理好管理好 谢谢阿爸天父 把这美好的五七八三年的祝福 赏赐给我们众人 奉耶稣的名感恩 Amen